周末去Fiveville的那个市场 倒也没有空手而归 买了两盆小花 顺手还买了两个盆 这两个盆自然是因为那两个小花买的 倒也不是很贵 不过后来去一个小店 发现还可以更便宜 就这两个小碗 这两个碗的价钱 还不到那两个盆的价钱的一半 感觉用它栽种多肉也很漂亮 小碗没有透气孔 但是不用担心啊 我们上次不是学会了 怎么给瓷器打孔吗 今天就试试这两个小碗 找个容器接水 水要接的足够多 像这样就不行 这样碗扣过来 里面会有空气 因为在翻转的时候 碗芽已经出来水面了 就一定会扣一些空气在那 而空气清嘛 一定会是在最上面 也就是我们要打孔的这个位置 那这样打孔就有可能失败 所以需要再多接一点水 标准就是碗翻转的过程当中 整个碗都不会露出水面 这样碗里就不会扣上水了 注意看这个碗 有气泡 这是刚才水少的时候扣下去的碗 现在水多了 重新扣这个碗 这会儿就没气泡了 接下来就是跟上次一样的方法 用一个十字的螺丝刀 对正碗底 用锤往下敲 孔就打上了 一般打一个孔是很容易成功的 多打几个孔 有时候就会失败 我有试过 这个碗我不想失败 所以就打一个孔吧 现在我有四个盆 不过我还是用我买的这个盆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已经有一个这样的盆 种的也是这种仙人球类的东西 既然已经买了这两个盆 就让它们都用一样的吧 看起来比较齐整 这三个小盆放在一起也挺好看的 都是种的小小的圆圆的这种仙人球 而且还都开花 小碗当然也不能闲着 也给它种上点 知道了瓷器如何打孔 还挺有用的 今后再碰到漂亮的瓷器 可以做花盆的 就不用纠结有没有孔了 前段时间打孔的那一批花 都在茁壮成长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